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太一生水 就在帝君跨入黑色乌云中之后 那大片的乌云突然翻滚得更加厉害 魔气越来越强 将那乌云强行撑开 飞速地往四面八方散去 将整个天空大地都置入其中 不断地吞噬一切空间 远处的血神子在被掌力一阵之后 整个人重伤不已 骇然地连忙取出各种丹药来 豆子式地倒入口中 刚才那男子不过是随意的一击 竟然就让他重伤 若非当机立断燃烧了大量鲜血 怕是当场就要陨落了 一回想起来 便让他心底一阵发寒 忍不住地站立 这可如何是好 血兽还在那乌云之内 若是就此离去 怕是终生都无望取回了 但是如果进去的话 再遇到刚才那个人 肯定是没有活路了 到底该如何是好 血神子万分的纠结 不停地抓着头发 几乎要发狂了 突然 他猛地停下双手 远处那黑色的乌云 以极快的速度扩散 在惊恶之中 稍稍呆着了一下 就被吞噬了进去 很快 乌云不仅使血神子 飞速赶来的许燕等人 还有大批受命而来的舞者 也全部被卷入了乌云内 整个埋谷之地 请客间笼罩在 那股奇异的力量之下 天地间变得一片昏暗蒙蒙 这里是 李云霄猛然吸了一口冷气 他进入黑色乌云中后 里面乃是一片惨烈的景象 到处都是尸骨残骸 被鲜血染得通红的大地 倾诉着那凄惨的战斗 咕噜 李云霄咽了一口口水 舔了一下干涸的嘴唇 喃喃自语道 这里 不会是九元以前的战场吧 他凌空看着四周的地形 果然和埋谷之地极为相似 只是多了那股 无边无际的萧条凄凉之意 嗯 很有可能啊 妖龙的声音传来 第六个封印解开 便出现这副战场的异象 那么第七道封印 极有可能就在这异象之中了 李云霄感受到那漫天的魔气 怒出担忧之色来 这下麻烦了 如此强大的魔气 若是埋谷之地的武者进来 极有可能被魔化掉 妖龙回答道 那帝家也进来了 他肯定是冲着破风而去的 此地魔气纵横 对于他来说如鱼得水 你若是遇上 能胜过他吗 李云霄 神色凝重 先找到封印之地再说吧 有许燕在这儿 元思的那些高手估计也大半在 这些人可不是摆设 他私定后便冲入这异象深处 开始四处探寻起来 此刻他才发现 现在埋谷之地的地形山脉 便是由于这大战造成的 那些坍塌的大山变成了土丘 断裂的大地形成了现在的河流 突然 他的整个人停滞在了空中 脸色微变 自语道 麻烦 妖龙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哼道 谁让你自大来着 让那地家的魔气入体 虽然可以控制 却难以彻底排除 迟早是个隐患 李云霄二话不说 便朝下方坠去 落在一处断裂的大地之内 盘腿坐下 随后在周身布下一道结界 阻拦外界的魔气侵袭 自己则是飞入了戒神碑内 李云霄凌空一点 一件破碎的铠甲浮现在身前 如同废铁一样 正是在宋岳阳城 由于魔气尽失 被与一件劈开的摩天甲 这魔气 倒也不是全无用处 李云霄宁生说到 随即开始运转 明月神体 将体内潜伏的魔气 渐渐地逼出体外 从皮肤上阴晕而出 这魔气一直沉寂在他的体内 原本也无所谓 可以随时镇压 但是在魔云之内 受到外界气息的影响 这些魔气竟然蠢蠢欲动起来 那淡淡的魔气被他排开之后 竟然在上空渐渐地凝聚 化作一个恐怖的脸孔 想要逃顿 哼 李云霄轻哼了一声 随手一抓 便将那魔头抓入掌心 直接打入摩天甲内 随后照来神火 开始凌空炼化起来 随手修复九阶玄器 就算是九阶大数炼师 也绝不可能 但这里是李云霄的戒神碑内世界 他掌控着一切规则 既练起来 倒也不用太多功夫 妖龙说道 这摩天甲 也算是义务了 在这魔气滔天之内 也许能够发挥奇笑 也说不定 那魔头在铠甲上 不断地露出痛苦的神色 李云霄毫不留情地焚烧 很快便炼化了他 几个硬爵打入铠甲之中 慢慢地修复起来 在魔云内的某处 地家猛的一皱眉头 目光冰冷 竟然彻底切断了 我与纳斯魔气的联系 那小子果然有些手段 哼 让他在嘚瑟一些时候 待我取得这句分 他脸色骤然一变 惊到 不好 纳斯竟然也来了 怎么如此之快 他刹那间感受到了 帝君的存在 脸色变得极为难看起来 双手更是紧紧握在一起 难以抑制地颤抖 火鹰也感受到了 他内心的情绪 害怕地说道 主人 怎么了 地家将情绪稳定下来 陈生说道 有个麻烦的东西来了 他的力量比我要强太多 一定不能让他得到这句分身 否则我就危险了 必须尽快 他的眼中露出焦虑之色 再也顾不得李云霄的存在 飞速化作一道光芒 就往自己感知之地而去 远处的大地上 渐渐浮现出遗物来 连绵的山脉在大地之上 竟然构成一个龙形 仿若真龙折服大地 进入酣睡一般 地家浑身一震 目光凝重起来 注视着那大地上的龙形 仅仅是那种形态 就仿佛有无上龙威透射而出 将四周天地压得一片凝重 魔气也越来越淡 似乎惧怕龙威 画龙池 画龙池 地家震惊地喃喃自语道 这山脉之中 竟然真的诞生过真龙 难怪久远之时 要叫画龙池 这地式形态 便是真龙离开之后 留下的躯壳啊 火鹰 也是心中难以承受的压抑 惊骇地说道 躯壳 仅仅是躯壳 就如此厉害 地家脸色十分凝重 说道 能够孕育出真龙来 这躯壳也极不简单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 这最后一道封印 真是大手笔啊 即使比不上盛气镇压 也差不到哪去 竟然将整个龙壳之地 用来镇守最后一道封印 他的双眸之中 也变得一片漆黑 仿若要看穿层层空间 凝视着那龙壳之内 片刻后 却是无功而返 脸色极为阴沉 若是我动用手段 将这龙壳地势回去 且不能说能否做到 怕是要给他做嫁衣了 不如等他前来破解 但是 地家犹豫起来 沉思道 若是等他到来破开封印 对下面这道分身的争夺 我怕尽处烈势了 他脸上的黑色支气 变换不定 拿不定主意了 火音突然说道 主人 此地除了我们外 还有大量的人类物者 若是主人要对付强敌 而无把握的话 也许可以利用那些人类物者 地家眉头一凝 不住地点头道 这倒是个好办法 画龙池内的确有一些高手在 就算拦不住它 也可以造成极大麻烦 如今之际 唯有见机行事了 地家不再犹豫 化作一道黑光 就往那龙壳之内而去 整个龙壳山脉 也是绵延许长 那分身的具体位置 也不是那样容易确认的 他来到龙头之处 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在龙壳张开的巨大嘴巴里 透出极强的魔气 地家猛地吸了一口气 顿时神清气爽 大喜就直接冲入其中 开始寻找魔气的源头来 滚滚的魔云将整个埋骨之地都覆盖了进去 大批的舞者纷纷进入其中 一个个骇然不移起来 许燕整个脸色都变了 这种地方一看就不会是什么成神之地 李云霄所说的话 他完全相信了 血神子 你受伤了 他望见前方大地上 不远处疗伤的血神子 急忙飞了过去 忙道 谁将你打伤的 哪个你追的小子呢 血神子徐徐睁开眼睛来 苦笑道 许燕大人 那小子逃了 打伤我之人不知道是谁 一个照面 一招就将我震伤 实力之枪难以想象 而且那个人修炼的是魔功 我现在已经被魔气入体 加上这里的环境 渐渐的都要支持不住了 许燕脸色大变 骇然的说道 一招拜你 修炼的是魔功 他猛地想起李云霄所说的话来 有大魔来词了 看来当真不假 而且血神子乃是六星五地 能够一个照面将他重伤的 那大魔的实力至少也在七星之上了 也不知道华神海的那些大人如何了 许燕深深地担忧起来 望着陆续进入这异象的舞者们 猛然大声喝倒 诸位 抱怨手一排出杂念 可以抵御魔气入侵 五尊之下的留下打坐 千万不要被魔气入体了 所有五尊以上的舞者都跟我来 此刻的这种环境下 五尊之下基本上指望不上了 只要他们不被魔气入体 不坠入魔道 就已经是帮上大忙了 顷刻间 许燕便带领着数十名强者凌空飞起 朝着前方而去 李云霄的话不断地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此事若是不能处理好 怕是整个大陆都要被拖累进去了 念及此处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决然 纵然是死 也要将大魔重新封印下去